民眾聚集在車輛旁 因為有一名急車騎士 被卡在轎車車底動彈不得 現場十多位民眾看到車禍發生 聯盟上前幫忙 附近工廠的駕駛也開來 堆高機協助抬高車子 消防人員霍報趕到現場 將受傷騎士抬上單架 送往醫院急救 這體操控事故發生 在十二號下午四點多 屏東岩埔鄉四圍路 一輛黑色轎車與機車 發生擦撞後 騎士倒地受困車底無法動彈 所幸在民眾與消防的幫忙下 騎士順利被揪除 雖然身上多數擦傷 但意識清楚 送醫後已經沒有大礙 騎士駕駛也沒有受傷 據瞭解雙方都沒有設計救駕 詳細的車原因與趙澤 則還有帶警方進一步釐清